排隊人潮 裡面有救難隊員 還有在地的地震災民 他們排隊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領取熱食 因為有在地的土耳其NGO 免費供應三餐 土耳其式飯湯 再加上一碗扁豆湯 每一樣都熱騰騰 每天免費在安塔吉亞市區供應三餐 每餐數量至少八百份 廚房裡爐火加持的三個大鍋具 提供熱食的志工團體 包含廚師在內 他們都是土耳其的公務員 地震後第三天 他們特地組隊到災區設置行動廚房 希望災民以及搜救隊員 不要餓肚子 我們在這裡做生意 我們不斷拒絕 我們在這裡 我們也有家庭 他們也送他們 他們的餐廳 所以 那些困難的原因是 可能就是說 假設我們要供應這個熱食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依照 土耳其本身他們的飲食習慣 然後還有加上他們的 喜歡的食物來供應 那基本上就是米飯、麵包 參考其他NGO的做法之外 慈激勘災團也搭車前往卡利斯省 拜會政府官員 包含議員和省長 瞭解在地災民需求 塔利斯省雖然沒有重大災情 但是不少敘利亞地震災民 從邊境湧入避難 因此他們是希望把這些 組合屋再送給敘利亞的難民 塔利斯省雖然沒有重大災情 但是不少敘利亞地震災民 從邊境湧入避難 因此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協助 一切得等待政府造冊 正式提出需求之後 才能給災民最貼切的照顧 大愛新聞 臨國興萬嘉鴻 土耳其報導 此季